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偏女生 对 有什么财产 还是大家分一样 但是女生会拿到比较多 哦 是哦 对 这个是真的 可是儿子也会拿到 这个真的跟泰国好好学习 是 可是台湾 为什么我说 没办法接受重男 轻女 因为很多人说 啊 现在也没有了 什么时代 还是有 你看到了什么 我觉得还是有 因为我周边朋友 像我有一个朋友 不是一个了 好几个 已经离婚了嘛 然后我就想说 为什么他还要自己在外面住 为什么他们家那么大 他妈妈家那么大 为什么你不搬回去 总有一天我就问他了 那你为什么不搬回家 就不用缴那个房租啊 什么的 不是吗 还有小朋友嘛 对 拿那个钱去缴小朋友学费 不是比较好吗 对 他说我们这边不能回去 不能回去 他就说为什么 为什么你知道吗 你没有听过重男 轻女吗 嗯 你知道女生很像泼出去的水一样吗 哦 不能回娘家住 对 我会觉得 哇塞 到现在这个时代还有这样子的 真的是我没办法接受 像我们泰国 像一样的状况 嗯 妈妈爸爸还是会 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 还是先回来 嗯 宁愿不要让孩子花那个钱 对 对 不要说啊去住隔壁 真的我周边朋友看到很多都是 都要靠自己耶 真的 还蛮可怜的 嗯 那这种情况其实现在是可能因人而异嘛 对不对 在台湾 在台湾蛮多啊 我看到蛮多的 然后 这样子谁想要在台湾当一个女生 不是吗 这句话想好精准啊 谁想要在台湾当一个女生 当女人多辛苦 对 生出来我是一个儿子多好啊 不是吗 如果是一个 比本土的台湾人更懂台湾的现况 没有 可是我周边朋友他们都认命啊 他们就觉得 应该是说想法都是一样 就是活出息的水 他们也知道从小了解了 他们才会觉得没什么 可是对我 这是在台湾是 我觉得有些比较传统的地方是如此啦 但是就是看情况 在泰国是完全不会有这种情形的 不会 然后女生你回娘家住啊 爸妈都是很欢迎的嘛 没有 我们泰国女生都是在娘家 都是在娘家 这是传统的泰国人 纯泰国 但是华人不一样 是男生到娘家一起住吗 对 男生许老婆要去老婆家住 然后要赚钱为了这个家 老婆这个家 那谁出去赚钱两个都可以吗 两个一起出去赚钱可以 然后老人家都会帮忙雇小孩 但是这个钱赚回来就是养这个家 老婆的家 所以你跟你的一些朋友 如果他们有想要嫁到台湾来的话 你会怎么跟他们介绍台湾的婚姻生活 其实有 我有个朋友他还来问我 姐就是算我比我小 他说我有跟台湾男生认识交往 他也想许我 然后你觉得呢 我说你要我老实讲嘛 你觉得你可以接受就是 你可以不用管你家的人吗 我讲的比较严重一点就是 因为就是这样 以自家为重啊 对 你不是说你赚了钱 你还要给妈妈帮忙 不是喔 对 我就这样跟他讲 他说那当然不行啊 所以不能嫁 然后再看几年 对 果然啊 分了 你看吧 就如果说真的是 你自己嫁来14年 你跟你朋友是不推荐嫁来台湾 我不推荐我也没有介绍 因为很多人也很想让我介绍 对 我一定不会介绍 就纯粹是一个传统的这个观念的问题 对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你觉得应该女人也要照顾自己的家里嘛 对 然后甚至在泰国是以娘家为重的嘛 对 这跟我们台湾真的是以南方的家族来讲 这点是确实不太一样 这点都会说 对 对 这